进入第12年的南投世界茶博会将在10月8号热闹展开 今年配合虎年以狐狸好茶为主题 除了有各种茶叶主题展馆的展现 还有众人期待的千人茶会、野餐等活动 并同时还办理巧咖节 将比往年更加的精彩 现场林明珍热邀游客前来品茶 把制茶过程以舞蹈方式趣味呈现 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历经疫情停办 今年再度盛大办理 本次展期从10月8号到16号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活动可以体验 活动内容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更精彩 10月8号到16号 我们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总共有300多个茶区 来要给各位来购买这个好茶 同时有30个餐主馆 也能够提供大家来做休闲活动 所以今年的我们的世界茶叶博览会 整个场地的布置 还有场馆的布置 还有我们摊位的销售的好茶 都要准备相当的完善 欢迎各位 这个双石葛庆来南投县 来参观我们的世界茶叶博览会 我想现在喝茶是一个全面运动 那不管是一般我们的欢呼佐足 或是说我们一般比较喝的公呼茶 我想都是大家所喜好的 这是也推出了这个有机茶 那我们在毕夫当天 我们有一个千人的一个有机风茶的活动 那也欢迎所有的消费者 一起来享用这样一个好的活动 今年以狐狸好茶为主题 除了有30个不同主题的展区 更是办理千人茶会 千人擂茶 野餐活动等等 让民众可以来到南投享受茶文化之美 活动内容非常多 10月8号就有一个唐代的茶室 今天的主题是狐狸好茶 配我们今年狐狸 10月9号就是我们的特色 就是千人茶会 10月10号就是千人擂茶 通常大型的活动是在假日 还有10月15号就是千人擂餐去 10月16号闭幕 还有千人擂茶的活动 县府强调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已经建立茶农和消费者很好的互动平台 所有茶农都是经过县府严格审查 茶叶也有有机认证 欢迎民众在10月8号到16号 来到南投一起喝好茶 记者立位停楼线才能报道